这是2023最新科幻电影孤立无援 外星人突然降临小镇开始控制人类 闲言少叙我们接着上几讲 晚上女孩独自在家睡觉却遇到外星人 她躲到冰箱后面却被外星人发现 女孩一把推开冰箱后的外星人转头就要逃跑 却被外星人控制的门板直接拍晕 巨大的冲击顿时让她一时模糊 可是求生的意志让她坚持着向前爬去 可是外星人却会意念控制 下一刻女孩不由自主地被控制着后腿 慌乱中女孩随手抓起剪刀 紧接着女孩趁着被抓起一刀扎到外星人了 外星人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是在女孩无限恐惧的目光中她就此倒下 女孩连忙逃跑躲到一边 劫后余生的她不住地喘着粗气 接着女孩发呆一般地直接坐到了早上 第二天她先是将外星人盖起来 然后准备拨打电话报警 却不料电话线路早已被破坏 她试图出门去警局 可是一上车却发现车辆电路也已经被破坏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能骑车前往 可是半路上她却发现一辆翻倒的房车 于是她连忙前往邻居家查看 这才发现这里的地上 竟然也都是外星人飞船降落的痕迹 原来整个小镇都被入侵了 女孩转身就要逃跑 却忽然被眼前的景象惊淡了 那是一眼看不到边际的乌云 云层之上赫然充斥着大量未知生物 而视线可及之处也早已被乌云全部笼罩 紧接着女孩看到了被大量控制的邻居 他们全部高举右手似乎在对着天空朝白 此刻她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巨大的恐惧感让女孩本能地跑回家里 却不料一进屋 竟发现嘎吊的外星人正在迅速腐烂 那景象让女孩差点吐出来 随后她将外星人拉到花园准备掩埋 可此时一道雷神传来 女孩家门口的天空赫然也马上要被乌云笼罩 被攻击了一晚上的女孩顿时决定反击 她转头进屋拉上所有窗帘 而后将房间所有煤气灶打开 而后烧上一壶壶热水 接着她拿出锋利的壁纸刀 此时外面莫名光线已经开始扫射屋内 紧接着窗帘钉子接连掉落 女孩连忙躲到角落一动也不敢动 可此时一道蓝色光线竟然扫射到屋内 当扫射倒嘎掉的外星人 她就这么忽然腾空而起慢慢被牵引出去 这一刻怕被发现的女孩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趁着外星人牵引完毕 女孩连忙逃跑 可她刚刚逃入房间 另外一个外星人的身影忽然在门口落下 女孩听到声音连忙躲避 可就在此时另一个外星人也追踪而止 女孩连忙绕着柱子逃跑 可紧接着她再次看到了剪刀 她连忙一把拿起 可是下一刻 就在女孩试图绕着柱子寻找机会时 下一刻 原来外星人也会声动击息 慌乱中女孩随手抓起相框 而后她举起剪刀试图防身 可是外星人只是随手一挥 剪刀便瞬间被牵引 无限恐惧中女孩随手拿出相框防身 可是外星人再次使用面铃 相框也就这么轻易到了外星人手中 可是外星人似乎没啥见识 居然看着相框发呆起来 女孩趁机逃跑 然后踮起热水壶咔咔的 就向着追来的外星人泼去 没想到外星人居然水火不清 望着张牙舞爪向着自己走来的外星人 女孩只能再次逃跑 可是下一刻 女孩的铁壶就这么被死死的压在了墙上 而此刻外星人再次追来 女孩缓缓放手后退 可是下一刻外星人居然给她点一个心 这刻把女孩吓得不轻 难不成看上自己了 可是女孩却趁着外星人比心连忙后退 而后一把关上房门 可是下一刻 此刻的外星人再次变得凶声恶煞 眼见房门无法阻挡 女孩只能拿起拖把自我防卫 却不料尽一把将外星人插到了墙上 第二个外星人就此打屁 接着女孩连忙跳窗离开这里 可是还没等她喘口气 一道声音再次喘 抬头一看 另一个外星人竟然如同蜘蛛一样爬上了房顶 这一幕简直把女孩吓得半死 然后外星人一脚踩下向着女孩爬来 原来这个外星人智商堪忧 慌问中女孩也摸到了自己的车子 可是外星人生命力超强 她竟然再次向着女孩追来 女孩连忙从车里窜出 而后一把关上车门 眼见被外星人破坏的车子开始漏油 女孩集中生至连忙从兜里摸出大火器 而后直接点热 接着女孩连忙逃跑 下一刻 眼见眼前的探考外星人隔屁 徒手大战三个外星人的女孩终于松下一口气 接着女孩终于松下一口气 接着女孩终于松下一口气